被淘汰后,王哲林最新去向暴光,李春江遗憾,球迷表示太意外 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民留球,我是球迷 在视频的开始呢,还是烦恼各位喜欢CV的球迷给小民的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CV的新情况 大家都知道目前CV几乎赛正在如火如火的进行中 可以说目前来说整个几乎赛已经打进了四强 辽宁对战广东,广沙对战上海 这轮系列赛也是非常精彩 最终呢,辽宁队和广沙队会是决赛 作为本赛季的夺冠打热门,上海队也是惨到淘汰吧 因为在本赛季,上海队确实大手笔 接连大手笔引进高水平球员 像王哲林,刘征等人也是接连加入球队 争取能够有一番作为 还有就是冠军教徒李传江 也是正式加盟球队 但是呢,本赛季比较遗憾,无缘决赛 被投赛之后呢,作为上海队绝对核心王哲林 他的去向,也让上海的球迷是高度关注 因为在本赛季,上海队是重金欠下王哲林 也是希望王哲林能够在本赛季有所作为 但是呢,比较遗憾,无缘冠军 也让很多喜欢上海的体育迷啊,非常遗憾 王哲林的最新动向,也是让很多球迷高度关注吧 因为在之前也是有媒体报道 王哲林很有可能前往NBA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王哲林的签约权呢,已经被湖人队获得 所以说,只有湖人队想要签约的话 王哲林很有可能前往NBA去发展 这样可能喜欢中国男男的体育迷啊,是非常高兴 但是呢,目前来看 王哲林确实不具备NBA实力 虽然说大王能力非常强,脚下的移动也非常灵活 但是呢,在NBA这种高强度比赛中 王哲林确实不具备这个能力 如果不能够前往NBA的话 王哲林尽管会继续的留在上海队效力 所以说,王哲林的最新去向是正式曝光了 应该是继续的留在上海队效力 也是期待与李传江再次合作吧 本赛季出球之后呢,作为主角的李传江来说 确实比较遗憾 没有能够进入决赛 也上海都喜欢上海队的体育迷啊 不能够结束 虽然说作为球迷来说,比较意外 因为整个半区没有留任队,广能队 球队依然不能够进入决赛 有些意外 但是呢,也是清理之中的事情 毕竟这是球队的第一个好的赛季 我们希望在下个赛季呢 上海队能够继续的重整旗鼓 再次的冲击总冠军 好了,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下期的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跟达 liz触